把五花肉燒到極致 醬色濃郁 皮肉Q彈 真是讓人忍不住多爬幾口白飯啊 今天就來做個究極的紅燒豬五花吧 歡迎收看克里斯三桌 我是Chris 本節目由向印贊助播出 這塊五花肉不簡單 因為我旁邊有一個阿嬤跟我同時看上這一塊 好 在它油移了一回 我才有機會勝出 要尋得漂亮的五花肉 得早點到傳統市場才有機會喔 要讓五花肉好吃 得再皮多下點功夫 跟之前的脆皮燒肉一樣 只是這次我們要讓它冰得Q彈越好入口 豬皮像這個像你的黑頭粉刺一樣的黑點 是沒有拔乾淨的豬毛喔 這應該是讓阿嬤油移一秒的原因 不過這個好處理 至於內側 這些溝槽就是肋骨經過的地方 一起滷也可以啦 只是肉會凹凸不平不好擺弄 所以我通常會削下來另外煮湯 末端常常有碎骨記得切掉 從交接觸平貼切過去 好了 這個煮蘿蔔湯很讚喔 這樣就得到一條平整的五花肉了 消一鍋水 底下墊個網架 加點米酒跟白胡椒粉去腥 你要加醬片也可以 豬皮朝下下鍋 水的高度大概醃過豬皮就好了 這一步是要先把豬皮燙軟 除了可以改善口感之外 還能方便去餃子 這一點跟之前做脆皮燒肉的步驟是一樣的 準備一些冰塊水 待會撈起來可以迅速降溫 大概煮個10到15分鐘就好 直到豬皮可以輕易穿透 丟入冰水快速降溫 快速翻動一下不要燙熟就好 趁著豬皮還溫溫的時候 用刀刃刮除餃子 嗯 不怎麼賞心悅目啊 去完餃子後我們再來進行除毛 開火熱一個鍋子 用鐵鍋或鑄鐵鍋都可以 只要夠大就好 鍋熱不用放油 豬皮朝下下鍋 豬皮壓好平貼鍋面 持續開大火 讓豬皮在鍋面油佐摩擦 這一步是要利用高溫把豬毛燒掉 時不時拿起來確認 直到豬毛都燒掉為止 因為豬皮還有一些油脂 所以它很不容易燒焦 各位不用擔心喔 好啦 取餃子除毛完成 還上什麼醫美啊 目前豬皮雖然是煎過 但因為沒有放油 所以受熱是很表面的 豬皮摸起來也是軟的 我們得再經過一次油煎 豬皮經過油煎再長時間熬煮 口感才會變得Q彈 在豬鐵鍋裡加點油加熱 熬時中火就好 切成適當大小後下鍋油煎 下鍋的肉越大塊越好 因為煎鍋的豬皮會變硬 而受熱後的脂肪跟瘦肉會收縮 所以如果面積太小 很可能會在煎的時候皮肉分離 好啦 煎到像這樣 點扣扣就可以啦 但你們不要誤會喔 這個狀態不是脆皮 這很硬 根本沒法入口 想知道怎麼變脆皮的話 點一下右上角看吧 稍微放涼或過一下冰雪 就可以分切了 大概切成3到4公分的 正方形或長方形都可以 我是偏好切大一點啦 這樣吃起來才爽啊 大塊的下刀 再回到原鍋從側邊把油煎出來 保持中小火慢慢煎 這就是一般的滷肉或紅燒的做法啦 只是我前面多處理的麻煩的豬皮而已 如果你想是那種比較軟爛的豬皮 那就直接從這個步驟開始就好 油微上色就可以翻面了 不要煎太焦喔 這樣瘦肉的部分會變柴 吃個麵動煎鍋就可以起鍋了 你也會得到很多豬油 這樣五花肉的前置作業就完成了 整鍋帶油放旁邊降溫 接著調製滷汁 紅燒的滷汁用醬油就可以完成了 由於調味單純 我會偏好用釀造醬油 再加點蠔油增加鮮味 糖的種類用白糖二砂冰糖都可以 如果你要選擇冰糖的話 就像我一樣用細的比較好 這樣炒糖色會容易許多 辛香料的部分用蔥月桂葉胡椒五香 紹興酒會讓最後香氣提升一個檔次 冰糖分兩邊秤 60公克炒糖色 10公克增加甜度 蠔油醬油絲心混合在一起 紹興酒單獨放 沖去到根就好 對折後留兩條繞圈圈 繞到最後找個洞拉出來就好 沒有炒過糖了仔細看喔 炒糖要從冷鍋冷油開始 保持中火慢慢炒 糖會被油慢慢的浸透 這時炒起來仍然帶點謀殺感 之後你會感覺顆粒似乎沒這麼銳利了 之後糖開始一團一團糾結在一起 顏色也開始加深 然後糖塊會有點液化的感覺 最後就會像這樣呈現膏狀 這時就要轉小火注意不要過頭 直到呈現這種棗紅色 就會把肉丟回去了 醬油也下來 稍微拌炒一下 這邊會有點刺激要小心喔 紹興酒先下一半 剩下一半拿來洗醬油 不要浪費啊 仔細拌炒均勻 讓醬油燒出香氣 加水醃過肉表面 最後的冰糖月桂葉跟蔥就可以下去了 再來點五香粉跟白胡椒 那如果你有八角粒的話 丟一顆就好了 就不用放五香粉 轉小火蓋上鍋蓋煮一小時 五分鐘後打開鍋蓋撈掉一點油 雖然說煮的過程還是會出油 但這個時候撈掉一部分成果總是比較好 看吧 底下的湯色還是比較漂亮的 撈完蓋上鍋蓋繼續煮到一個小時 好 一個小時到了 把月桂葉跟蔥夾起來 看吧 蔥油綁就比較好撈 肥肉很明顯往內收了許多 說明出了很多油啊 而且收肉也處於非常軟嫩的狀態 原本點扣扣的皮也變得Q彈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收汁了 示意將鋁箔紙或烘焙紙折成緊緊的 折細一點 把箭頭剪掉 邊緣修整一下 攤開就有一個圓洞啦 把肉整齊的排好放到同一面 中間讓出一個位置 蓋上鋁箔紙 轉小火慢慢收汁 10分鐘後再打開來翻面 這樣收汁的話就可以在醬汁最少的情況下 表面不容易過乾 再翻個面收大約5到10分鐘就可以了 好啦 醬汁收到跟鹽醬一樣 慢慢的滾沸就好了 這時候的醬汁非常濃稠 而且牢牢的巴在肉表面 肉色呈現紅通通的非常誘人啊 我們來測試一下彈性 我彈 我彈 我再彈 天啊 這太邪惡了吧 來個端面秀吧 哇賽 超嫩 而且這豬皮晶瑩剔透的啊 花這麼多時間處理果然值得啊 不過要提醒各位 這種狀態的豬皮趁熱吃非常嫩 但是冷掉的話會非常Q喔 意思就是叫你上桌趕快吃掉它啦 最後再配點蔥絲 好啦 邪惡的紅燒豬五花就完成了 其實之前包粽子的時候就做過了 只是那時候太隨性 沒有抓出一個精準的比例 而且這些年我又不斷的改良 不斷的食材增加體重 才有這個滿意的成果喔 至於如果冷掉或放隔夜要加熱的方式 也是建議用蒸的或微波 微波先把功率調低 或者間隔10秒慢慢打 不然會讓你的微波乳發生慘案喔 帶油帶皮的肉打微波可是非常劇烈的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這麼肥美可口的五花肉 我要先配白飯還是高麗菜飯呢 還是先從白飯開始吧 反正這個肉我可以吃不止兩碗 再次去開箱 再次去開箱 翔子 已經有些人 哪有三船 突然進去 此後 看就是